寒冷了冬天 缩着身子走在路上 看到路边滩一支支泡在热汤中Q弹的鱼板 还不停冒出热气 吃上一口可以说是人间美味 小小鱼板内含大大商机 台湾观光客到南韩也会吃上一两支 但您知道吗 很多路边滩的鱼板串 里头的竹签可是会重复使用 竹签重复使用长期被质疑太不卫生 如今南韩首尔江西区的议会全国首创 15号通过相关条例 将辅导摊贩丢弃和态换竹签 明年起不重复使用竹签的摊贩 也会贴上认证贴纸 毕竟疫情爆发后 小吃摊卫生更加受到重视 过去由民众直击 只是要求店家帮忙加热鱼板汤 却看到店员把客人喝到一半的汤 倒进锅里再盛起来 由于竹签不受食品卫生法规范 食案漏洞除了议会出手补救 摊贩也要有所自觉 才能让大家吃得安心